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仍然无妨 原谅吧 而一颗心还是放不下 爱情已经成为一种惩罚 听说你离开它 想不想找人说说话 我期盼你好好面对它 爱情我也曾经付出代价 我知道应该努力遗忘它 但是偶尔也会有牵挂 是否能在相同中长大 就让时间来回答 听说你离开它 我感觉有一点惊讶 当初一圈心地爱着它 爱情是手中握不住的伤 希望你能够努力遗忘它 虽然偶尔也会有牵挂 我们常在伤痛中长大 在爱情中寻找解答 虽然我离开它 却依然找不到方法 我的心其实不曾怪过它 我想我不会忘记它 这里是换波池 我怎么会在换波池 其他的人呢 公主可记得生前之事 生前 你的意思是 我死了 我记得 我被杀死了 但是 我怎么会在这里呢 是不是人死了以后 都会到这里来 公主大献未到 你命不该绝 你说明白一点 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公主身负天命重任 必须经历磨难 那你告诉我 忠豪他死了没有 公主方才还在关切自己的生死 怎么这会儿又忽然问起忠豪来了 我为忠豪早已置生死于度外 唉 金羽毛三勇士前世孽缘 何时得解 嗯 什么 邪凤凰 须得金羽毛三勇士之帮助 才能打败天魔 无奈好事多魔 金羽毛三勇士 须得化解前世命定这恩怨情仇 才能修成正果 哼 我才不管什么金羽毛银羽毛呢 你快点告诉我 忠豪怎么了 奉劝公主 金羽毛三勇士 当撇盖儿女私情 团结一心 练成火鸟弓 打败天魔 哼 金羽毛关我什么事啊 我要去找忠豪 公主即是第三位金羽毛勇士 我是金羽毛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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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可笑了 我是金羽毛勇士 这怎么可能嘛 我才不要当什么金羽毛勇士 帮那个血凤凰呢 你一定是弄错了 你怎么可以强人所难呢 公主明明是上天所指派的金羽毛勇士 怎么说是强人所难呢 你 我不管了 我要去找忠豪 好 你不告诉我没关系 我自己去看他 既然他是金羽毛勇士 那他就不会死了 我一定要告诉他 我曾经为他死过一次 谢谢 前世念缘难化解 凤凰结束难逃 属下巴龙心叩见天魔 巴龙心 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 属下云妹 请天魔指示 今日天魔城兴风邪雨 你身为成都里当安福兵将 为何忠有了魂不正生 我 是不是为了巴虹英的死 不 巴虹英触犯天魔 罪有应得 属下 属下因为重返天魔城 基于有一番作为 然而国势如马 不知从何整顿 不死心急如焚 巴盐中死后 天魔城人心惶惶 让外不相安慰 这个道理你难道不懂 父王死后 我天魔城之人 虽有过一番争执 然而 皆为效忠天魔之人 请天魔明察 既然你们对我忠愿不二 为何放任巴虹英 在摩点点事圣灰 巴虹英一时糊涂 如今已经就地正法 请天魔息怒 巴虹英一向听命牛虎 他居然敢如此胆大妄为 天魔城 必有外人接应 天魔城 戒备森严 滴水不漏 请天魔放心好了 巴盐中在世之时 四足后宫严谨禁其他人接见 此乃天魔城书为主司将 我命令你即刻亲手巴盐中后宫 不需任何人进入 没有我的命令 你也不可以进去 属下遵命 大战 不喝了 不行了 你的病刚好 喝下这碗药 有病治病 没病强生嘛 要喝你自己喝 这个草药 喝了之后啊 产前补胎 产后补奶啊 狗阳吕豆冰 不是好人心 你还是赶快回房睡觉吧 我才不会喝那个 又苦又冷的草药的 你想当吕豆冰啊 我还不想当小狗呢 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小鸡蛋啊 有鬼啊 是我 你不要走 我特地来找你的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 有什么事情你快说 你快说 最近我们窝子里 虽然没什么买卖 但是每个月 初一十五少点纸签给你 那不成问题的 还有还有啊 既然你已经死了 那咱们就扯平了 你跟我奶娘的事情啊 就一笔勾销 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了啊 正好 我没有死 我是人 不是鬼 幻步公子救了我 我担心你身上的毒 所以敢来看你 想到你已经好了 你装神弄鬼 差点把我吓死 现在又假装地关心我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呀 我想干什么 我关心你 我来看你 除了这个 我还能干什么 大小姐 你要不要我把你说的谎拆穿呢 说谎 是啊 你说说看 那正义之神 幻步公子 他会救你的天魔城的公主吗 因为 因为我是金羽毛勇士 金羽毛勇士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你呀 简直在侮辱我的智慧啊 你以为 我想当什么金羽毛有事吗 我哥为了这根金羽毛 搞得自己心神不宁 差一点 连天魔城都回不去了 他现在心中只有恨 恨你 恨血凤凰 恨所有活鸟族的人 我 我为了取天魔血 差一点死在他的手中 如果不是幻步公子救了我 我早就没命了 对 你说得没错 他是不会救我 可是 为什么我也有一根金羽毛呢 为什么 如果你不想当金羽毛勇士 你把他扔掉算了 我才不稀罕呢 跟你们兄妹两个 一起当什么金羽毛勇士呢 钟昊 我为了救你 害我哥哥反目成仇 甚至差一点牺牲生命 你不但不感激我 甚至还侮辱我 你要是真的有心救我 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可惜啊 冒着生命危险 拿天魔血来救我的 是血凤凰 不是你 可恶的血凤凰 居然敢骗我 我要杀了他 八红衣 我告诉你 我看你是本性善良 所以才一再放过你 如果你要杀血凤凰的话 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钟昊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无赖汉 总有一天 我会狠下心来对付你的 真粗的服务 我扎了 你这没有杀子 你你快点 你しま双方 我 我 好 天魔城的是你 难道是天魔下的毒手 天魔下的毒手 是你 写凤凰 没想到你甘心做天魔的奴才 你一直在乱 走 写凤凰 阿红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担心你复仇心切 所以跟随你到这里来 不要被密门隔在门外 那道密门究竟通往何处 里头又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让你如此仓皇呢 密门深处有个骷髅洞穴 尸骨都缠上了摩斯 我怀疑那是天魔吸血之处 天魔 更可怕的是 天魔城侍卫都葬失在魔库中 天魔身为守护之手 居然残杀自己的子女 真是残暴无道 我们一定要杀了天魔 维护天下苍生的性命 你没受伤吧 我在洞中受到摩斯的攻击 在通道受到巴龙心的偷袭 还好都有惊无险 巴龙心 他甘愿受天魔控制 维护作伤 他连你都要杀 为什么还要可口声声说他爱你 巴虎音都死在他手里 他还有谁不敢杀 糟了 我给你的天魔血 就是从巴龙心的手中偷过来的 我担心 他又使什么奸诈 巴龙心 我要你束手后宫 为何今夜才有闲杂技能秘书 是 是属下擅闯后宫 什么 我一再交道你竟然敢违回我的命令 我一再交道你竟然敢违回我的命令 启禀天魔 属下只知后宫为决死禁地 但不知各中究竟有何玄机 亦不知如何束手才能确保后宫安全 因此属下已经有风吹草动 便擅自进入后宫一探究竟 请天魔明察 请天魔息怒 你看到了这什么 我和天魔的话 是一只蝙蝠闯入后宫 令属下虚惊一场 闯入后宫得令人 属下无能 但属下确已尽了权力来束手后宫的安全 请天魔指示 应如何部署兵力才能防堵后宫禁除之道 只管达成任务无需多问 是 急速多拿善防后宫之事 以免找来更大破坏 属下云昧 请天魔指示 闯后宫之人是谁 究竟有何祸害 罢隆心 您可作杀一万 不可放过万一 写凤凰 阿弘 或者是强盗窝囊 一个人格杀无论 啊 对啊 啊 啊 我们 你先走 你好好在这休息吧 这里暂时不会有事 阿红 你 你不是说你不再回这个山洞了吗 你擅长天魔血苦 虽然你是平安的逃出来的 但是天魔 必定会派人来追杀你 强的我虽然人多势众 毕竟不是久留之地 我虽然深受蛇魔女的控制 也只能暂时把你安置在这里 你避免天魔的追杀 阿红 你 你会留下来陪我吗 我 我会 我会尽量保护你 天魔血苦 天魔 竟然如此神秘 我们为什么不请教布老窝 查明血苦的真相 甚至可以借强到窝的力量 强攻血苦逼死天魔 不 不要再提强到窝 我不想再见到钟浩 为什么 他跟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世杀天魔 我们可以并肩作战 不 自己的恩怨自己留 我不想再连累他 你怕他为行所愧 不能自拔 你怕你把他害死 你 你还是爱着钟浩 我 我 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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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在这 你过来过来 太远了看不清楚过来 都督 再过来一点吧 不是 岳父大人 来 请你张开你的嘴巴 看看有没有蛀牙 保养得不错 找不到东西 一点线索都没有 岳父大人 请你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迪宝 糟了 糟了 我把我的岳父大人的骨头 全拆开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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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督 你千万不能告诉邪凤凤凰 说我把他老爸的骨头给拆开了 快走 快 快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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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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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发现什么了 鼻子 鼻子 你干嘛 你是不是又吃作药了 赶快下来啊 我的天哪 你该不是又发生故障了 你怎么吃 我来 你怎么吃 那是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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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你去 我来 你去 你去 我来 你去 我来 你去 快飞上去 再飞上去 那个图案消失了 飞上去 快飞啊 我小时候衣服上的这片图案 为什么跟半鸟族 那个图腾一模一样呢 这根羽毛 该不会是 我该不会是 荤鸟族或是半鸟族的人吧 都都快 我们快回去告诉邪凤凰 说我们有最新的发现了 快 邪凤凰 阿虹 你要干什么 把我的手绑起来 这样子 月亮出来的时候 我就不会伤到你 不 阿虹 因为你随时会有危险的 所以请你帮助我 让王安安心兴地保护你 不 阿虹 我请不过去 我希望你離開我 我也不願意你為我受到無謂的折磨 這只是不得已的做法 我會想辦法破解蛇夢女的法術 相信我 為了活鳥族的僵人 我們要勇敢地活下去 不要 住手 不要 不要 住手 不要 總好 我就知道 人是被你劫走的 別以為你放了一次空城劑 我就會受騙上當 我聰明得很啊 你以為弄了根繩子 就可以把血包勒死啊 沒那麼容易啊 總好 你誤會阿紅了啦 不 乖 乖 乖 我只是跟他解釋清楚 阿紅是來保護我的啦 保護你 他拿根繩子 差點把你勒死了 還保護你啊 一言難盡 總之阿紅是不會害我的啦 我活鳥族僅存二人在世 相依為命有恐不及 哪裡有互相殘害之力 呸 相依為命 哎呀 說得多感人哪 你這蛇魔女的奴才 誰知道你會相依為出個什麼人命來啊 我告訴你 火鳥族真的能夠保護血鳳凰的人 是我 總好 我求求你不要再鬧了好不好 我這次來就是特別告訴你這件事情 奶娘啊在臨終的時候找我去交給我這件衣服 這個圖案呢 你看 你看看 真羽毛 對呀 我為了證明啊 我跟火鳥族有關系 我特別跑到鳳凰神殿的廢墟去 你猜猜 我發現什麼了 我發現你是個瘋子 我發現鳳凰神殿裡面 那邊突然啊 有一道金光 那金光裡面 突然啊 出現了一個圖騰 圖騰裡面的圖案呢 就跟我這衣服上的圖案一模一樣啊 總好 你還是死了這條性吧 我到廢墟那麼多次 我怎麼從來沒看過什麼圖騰呢 這金光啊 突然出現了 突然又沒了 都督也看見了 都督對不對啊 對吧 你到底圖的是什麼 我就是要證明 我跟他是同族啊 你看我們是同族 那你會不會跟我們一樣呢 變變變呢 總好 羽毛的圖案到處可見 你不能光憑衣服上的羽毛 就妄加猜測啊 我猜測 我好不容易才查到這個消息 你居然說我猜測 我 一定是你 是你威脅血鳳凰 要不就是你下了什麼毒咒 血鳳凰才會不聽我的勸告 血鳳凰 跟我回去吧 我向你保證 小弟弟他們一定不會再欺負你了 是我自己要跟阿虹好的 阿虹才是我唯一的同族後裔 總好你回去吧 想到我雖然不是什麼皇宮大殿 但是吃穿不愁 你趕快回去照顧你的兄弟們 不要再管我了 跟著我只有吃苦受罪 吃什麼苦受什麼罪 我都認了 但是你不要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不要再跟那個阿虹在一起了 好不好 阿虹是在保護我 你 你 你是個爛桃花 你從來沒有這樣罵過我 現在居然嫌棄我來了 我知道 你不是真的 你一定不是真的 一定是個鳥人阿虹 從中作梗 沒關係 我會把你找回來 我一定會把你找回來的 因為你的身上容有我的血 我的身上容有你的血 我們總有一天會在一起 我看得出來 你還是關心他 為什麼你不跟他一起走 我不想害他 他不會死心 那我就立平天命 決一死戰 早日了缺我命中的愛恨情仇 千萬不能這麼做 這樣子太危險了 阿虹 你看中豪他 他會不會真的是我們火鳥族的後遺呢 看他激動的樣子 應該不至於騙我們 不過 事實究竟如何 卻沒有人能夠證實 但是 我不認為他是火鳥族的人 阿虹 我拜託你一件事 你說 趕快把天魔血枯的事情告訴布老翁 向他請教應對之道 天魔血枯 是 天魔性洗人血 生人活記之事實有所聞 自從亂石山頂與鳳凰神女一戰 頓入魔繭之後 活人血記之事便消聲匿跡 小老兒懷疑 天魔是困作魔繭之中 故作和平假象 讓天下蒼生 誤以為天魔已經改邪歸正 事實上 暗地裡卻依然事實人血 無惡不作 尤其最近他又斷絲失血 尤其需要鮮血補充元氣 所以才會激不择屎 敗露血枯的秘密 果真如此 真是老天有眼 天魔的大陷就要到了 請問前輩 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 血鳳凰闖入血枯之事 既然被巴龍星看到 可見至少有兩條通道 可以到達天魔血枯 但是現在必然戒備森嚴 這其中又以鳳凰神殿這邊的通道 那條路最為危險 甚至是死路一條 前輩的意思是 前輩的意思是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小老兒認為 從天魔城探尋血枯的入口 反而來得安全 可是血部的入口在哪裡呢 所以我們必須先有探子 除此之外 須有身手矯健之人 出任此次的任務 人數越少越好 人多反而會誤視 那探子以及身手矯健之人 你可以有個人選 護老翁 阿虹身受魔咒 可以瞞過天魔城之人 出任探子最為合適 可是每逢月圓的時候 我 我就深受蛇某女的控制 萬一誤視 顯視顯微 所以你必須要充分地把握 白天的時間 至於身手矯健之人 嘛 血風皇曾深入魔窟 可仕途遍路 使人選之一 你三人 若能夠理應外合 勝算不在話下 可是忠豪方為血風皇 羞辱而悔 他必須不肯幫這個忙啊 他二人不過是為兒女私情 進退兩難 如今要對付天魔 應當同心協力才對 他二人不過是為兒女私情 萬一只怕有所困難 嗯 這樣子吧 你肅往天魔城祥探虛史 忠豪和血風皇之間的事 就由小老兒全充何世老啊 是啊是啊 不老翁是過來人 調解這種愛情的糾紛 非常得心應手的 既然如此 萬一盡力配合就是 啊 你說咱們頭頭 又怎麼樣了 我看他那個有氣無力的樣子啊 一定是失戀了 哦 那一定是被那個女人甩了嘛 哎 哎 逼 你們兩個一說一唱的 低估個沒完 你們怎麼不到市集裡去 說相聲 賺點錢回來啊 哎 哎 頭頭啊 咱們搶他窝 要那麼多錢幹什麼啊 那只鳳凰又不到咱們這兒來 哦 你們等著瞧好了 他總有一天會回來的 因為啊 我是火鳥族唯一能夠保護他的人 哎 哎 頭頭啊 我看你被那個小妖女迷瘋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誰啊 哎 你想保護那隻鳳凰 可以啊 可是 你得先改名 叫阿虹 對 對 中阿虹 這個名字好哎 閉嘴 嗯 我中行啊 心不改名 做不改姓 你站著改不就成了嗎 去你 哎呦 站著改也不行啊 人家阿虹 有火鳥族的信物 它才是正牌的 我們頭頭啊 只是個冒牌貨 所以就只拿個金羽毛了 這金羽毛有什麼用呢 給我當扇子山峰 我都嫌它峰小呢 拿個鳥牌又什麼了不起啊 說不定啊 那個鳥牌啊 那個信物啊 原本是我的 你的 好啊 那你去把它拿回來啊 對啊 既然是我的 為什麼把它拿回來呢 小叮噹 土豆 屬下在 陶陶不曉得又要耍什麼詭計 來陷害屬下了 哎呀 不會不會啊 俗話說得好啊 嗯 胳膊向內 拳頭向外 哦 如果偷偷在外面被人家欺負了 你們會怎麼辦呢 哦 不知道 不知道耶 哎呀 我是說真的嘛 哎 你們覺不覺得啊 那個鳥人阿虹啊 仗了它有火鳥族的信物 裝個忠誠烈士的樣子 哎 你們說 它看起來蠻噁不噁心啊 不會啊 我覺得蠻好的耶 哎哎哎小鈴鐺啊 這回我可要說實話了啊 那個阿虹啊 看起來好死相哦 哎 所以說嘛 所以你們去把它的信物給偷回來 那個鳥人阿虹就神氣不起來了嗎 對不對 哎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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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们不只是替我们强盗窝出口气 你还是咱们窝子里的大英雄 土豆 你不要上着头头的当了 土豆 头头不会骗你们的 小铃铛 难道你就让咱们强盗窝的面子就这样挂了吗 只可惜我没有神偷的绝技 要不然我就不会让强盗窝这么窝囊了 我实在太欣赏我自己了 我怎么会把阿虎的祸身符做得这么像 把他拿去换针呢 恐怕连阿虎都要跪着求还给他了 要不是后天失调 我一定会是个伟大的艺术家 我看你是先天不足 避宝避宝 哇 味大的土豆 我先走了 再见 血枯 嗯 天魔是血 血有血枯 最近天魔连他的子民都照杀 我只害怕这个双头魔怪又要四下作孽 所以我不老村要加紧防范才行 那我们怎么办呢 血凤凰既然知道天魔血枯所在 小老儿的意思是 有你们两个人潜入血枯 切断天魔的血缘 跟血凤凰一起去啊 那好啊 她一定是不会去的了 这个你放心 小老儿会说服她的 那好 我们现在就走 莫急 我刚才说过 要由天魔城进入 这样才是上次 我已经派阿红去打听天魔城外的动静 你且静心等待 等到一有消息 你们三个人就里应外合 这样事情才会成功 又要跟那个鸟人乌鸦一起去啊 我不干了 不干了 你们三个人 才是真正抢功血枯的最佳人选 大侠 你千万不要义气用事啊 我才不会有什么义气这种事情的 也就是说 也不用了 大侠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我的答复就是 关我个鸟事儿 大侠 如果这次能顺利完成任务 杀了天魔 为火鸟族人抱着险海深沉 就算我死在天魔城 也死而无憾 阿红 你别这么说 我们除了要消灭天魔 还要 还要为火鸟族的下一代着想 我身为火鸟族人 除了复仇血泉之外 越是繁衍后代 生命了无真情滋润 倒不如身为凡人 患得天文之义 你我同为命运捉弄之义 我实不该对你处死缘 只不过眼前即将与天魔一战 生死不知如意 因此 是我不好 阿红 我们另外想办法对付天魔好了 天魔终归是天魔 想要取他的性命 只有拼死为战 不过眼前这个办法 已经是上上之错 再想的话 也是网人 我们还不知道 忠好 他愿不愿意帮我们呢 天魔人人得了杀人 忠好没有不愿意的道理 更何况 我老翁会从中错合 我倒是怕你 不愿意见中国 怎 怎么会呢 天魔 人人得而杀之 我只不过是随便问一问 你别在意 我该走了 再晚了 恐怕就来不及了 你自己要放心点 我知道 你在这里等着 我老翁会来跟你会会 嗯 来 来了 阿虹 我来看你了 我也来看你了 还有啊 他也来看你了 猫猫虫 阿虹 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 主动 你要骂人了 小铃铛 你有没有听说过 早起那鸟儿有虫吃 有啊 怎么这只鸟儿怕几毛毛虫来了呢 我也不知道 大概是你抓的那一只毛毛虫 太丑了吧 好 你们这两个小强盗 头头摸摸混到这一来 到底想要干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这两个小强盗 鬼鬼碎的混到这边来 要不是 被我 唉呦 你看 那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的护身符 一只小猫猫虫就把他吓得护身符都掉了 那我们拿一只符工来 那可怎么办 少废话 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 我听说我们那个烂桃花头头在这里被一个女人抛弃了 我们特别来看看是哪个天心美女 那是中豪自讨委屈 怎么能怪别人 小铃铛 那我说我们那个头头可是白伤心异常咯 谁说的 他现在可乐着呢 中豪 中豪他怎么了 他呀 他好得很呢 这会儿又不知道跟哪个女人鬼混去了 小铃铛 你先回动去吧 我得走了 再晚的话 狗帮会坐视良机 对对对 良机很好吃 去晚了恐怕就吃不到咯 我们走了 走了走了 拜拜 拜拜 嘖 那我们的将来可就毁于一旦了 说不定他会真的把你给杀了 我只是因为天魔派我束手 先王的后宫 因此好奇 想问你可知道 后宫究竟有何秘密 这 卢贝我也不知道啊 城主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我会随时留意天魔的口风 一有蛛丝马迹 马上就得告诉你 城主 你先下去吧 我还要先往后宫去看看 去吧 谁 哥 好想找一个敞开的信号 向他诉说我所有的沧桑 别怕触通了我的情感 也不必再随我感伤 让我们感觉 那份凄凉的美感 也许所有 美丽故事的开端 总有一些不能避免的遗憾 就像传说里的疯狂 一定要经过烈火的磨难 才能真正把美丽披在身上 当你燃受着热情的天光 向我投捨 哗啦啦的热烂 我不敢不敢抬头看 只怕一眼就不能抵抗 不要问我心里的猫想 只有一身真心的呼唤 我就会涌化在你手上 万年重生为你 我甘愿 甘愿作可与我疯狂